HELLO 大家早安 我是以士 現在有人在台北松山國際機場 這也是我人生第一次在松山搭飛機 因為之前都是出國嘛 要來一趟人車分離非台東 參加202300197 00197可是台灣啊 業餘職業好手裡面的經典賽事 只要你能在00197比得不錯 基本上都能一戰成名 那今天很感謝史登有限公司 協助所有的行程規劃 團體行動真的不容易 所以要先給他們一個Respect 好 廢話不多說 我們先來去跟大家集合吧 好 領完機票了 補了大概90塊 因為聽說是稍微晚訂機票了 加點錢 一個人多了90塊 還好還好 分享一下為什麼今年我想選擇跟史登一起搭飛機 前往台東參加197 因為兩年前的時候我是開車下去 車程6.5小時 這不是重點 因為去的時候呢 你會抱持一種娛樂的心情 所以還好 宜蘭吃啊 花蓮吃 台東 開開心心準備比賽 可是重點是回程 你7萬197 130公里之後 拖著疲憊的身軀 東部 繞到北部 再回到桃園 再加上遇到塞車 7.5個小時 加上吃飯 8.5個小時 甚至摸一下 9個小時 所以 以我兩年前的經驗 回到家已經晚上9點半左右 那如果各位 你禮拜一還要上班的話 其實這整套下來 體驗是非常不舒服的 所以你心理上 你會覺得這趟旅程 就是累 就是虐 這次會這樣選擇呢 當然啦 整體的花費可能會多一些 經過我的計算 大概會多花4500塊左右 但是4500塊你可以換得什麼 你可以換得 將近14個小時的 休息時間 參加比賽的時候 心情上 準備上呢 也很餘裕 到家還可以跟家人一起吃晚餐 家人也會覺得不錯 時間就是金錢 有錢人啊 都是花錢去買時間 所以我們一起 從花錢買時間 來學習當有錢人 不要下班好嗎 10點39分 抵達台東 航空站 大約 將近一個小時的時間 舒服 如果可以的話 不管是活動啊 出國啊 體驗啊 只要這個時間是可以用買的 你的能力放為所及 提升你的生活品質 你就會離所謂的牛人越來越近 來看一下背面 來來秀一下 看一下背面 然後你看這邊遠遠的有一個人 你知道誰嗎 誰誰誰 我啊 摔車啊 海沒放行就摔車 欸可以耶 蠻鬆軟的 放飯了嗎 今天這個移動日的行程是比較特別 叫做人車分離的方式 大家會覺得奇怪 搭飛機車子到哪去 我都沒跟各位講對不對 那史頓這邊呢 已經派出了 專門在 我們公路車的 補給車 行程很簡單 就是直接騎去餐廳吃飯 吃完再直接騎回去飯店 然後再換個裝 去測試一下 197最近 跑不好騎 因為每年 因為每年他的路況都有點不一樣 聽說 今年路況蠻差的 等一下就知道了 快點 來吃千葉火鍋了 吃千葉火鍋的感想就是 沒在吃火鍋 真的耶 火鍋料跟肉片 大概還佔我今天的午餐 20% 然後現在進入甜點的時間 雪球啊 有限量耶 吃到飽到天靈蓋啊 那現在我們的行程呢 就是騎腳踏車 好 蠕動一下 幫助一下消化 持續的放鬆心情 持續的調整心態 前往飯店 Check in 換裝試場地 納魯灣大酒店 安安 蘇老師 有沒有吃飽 吃太飽 站好站好 大概一點時間喔 長官講話 看到這個黃色的7K啊 就是明天決勝負的時候 好啦 那現在開始就是要熟悉一下 一年才來這邊7K 1917線到 印象中前面比較有爬坡的感覺 後面就是有點秋鈴秋鈴的 上週聽說 後段的路況非常差 等等來瞧瞧 記得兩年前啊 就在這裡抽筋 本來有上禿台的機會 最後被兩個同組追過 就沒了 那一年是2021年的 精英組 第一次參加197 非常熱血非常開心 就是可惜在這個終點啊 沒有畫下一個完美句點 兩年後 捲土重來 但是我是抱市民組啦 但是市民組呢 更激烈 為什麼 因為市民組 想要脫途突圍的機率呢 一定是比較高的 一定是比較高的 在精英組 很可能 我們就只能跟 勉強跟 然後最後拼197 大概都這種劇本 像我知道 M335 有幾個市民好手啊 訓練量非常足夠 我相信他們不會乖乖的待在集團 然後拼197 我認為這樣子 是對不起你的訓練的 因為你訓練這麼大 一定是希望比賽的可看性 可塑性再高一點 增加一些逃脫的戲碼 追逐的戲碼 否則 197說實在 就是大集團拜拜 然後197 拼看看誰的爬坡能力比較強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少了公路賽的樂趣嘛 所以希望明天 戰局可以有趣多變一點 喔來了 這邊就是 危險路段啊 所以這裡會縮減 這裡速度其實 呸起來會蠻快的 不過大部分到這邊都稀稀落落 很少到這邊大集團啊 正常前面都已經篩選掉了 所以希望明天的內容啊 會有趣一點 我們敬請期待 呵呵呵 還遇到一群熱血高中生啊 來自哪邊 高橋 好好好明天加油 其實台北車有很少特別來台東啊 那我覺得可以藉由一個收觀站 帶大家來這邊 看看風景 然後 把一年的成果 做一個收尾 其實是還不錯的 對 因為每年 197都有看到 石燈的身影啊 對啊 而且石燈在這個 設計 形象藝術美學上 還蠻有一點小問的 因為我就看這Terry哥最近 上上畫家 色彩學啦 什麼的 喔靠 所以可以 我覺得我 那明天我們兩個就一起加油囉 好 一定要好好玩一下 像你一樣爪一下 有有有 趁能爪就要爪 呵呵呵 也因為今天是搭飛機來 真的是超愜意啊 酒也喝到了 火鍋吃到飽也吃到了 然後現在 還有時間 來這種 網美咖啡廳 慢慢的坐下來 重點我們已經探完路了 該摸的都摸完了 不像之前 開車來真的很趕 整個節奏 非常的緊湊 而且精神很緊繃 早上一杯熱美式 中午一杯熱美式 然後再一個 Espresso再一杯 所以已經三杯了 現在就來喝個花茶 吃個5點43 抓吃一個小時 然後就可以好好的回房間 準備物資 跟 思考明天要怎麼 弄啦 當我吃這種buffet 吃到最後 擺出這個正式 就代表我要吃飽了 吃一個垃圾食物 也不是要比賽 因為平常太少吃這些 有的沒的 所以這一餐 197 2023 公關戰 直接用這一盤 以示我對這場比賽的尊重 各種 精緻澱粉 平常不太敢碰的食物 今天我也是要 超爽的 點到一百塊 出入奶酪 我直接挖超大 好爽好爽 好爽好爽 這是人家說 這是我意思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喔 嗯 嗯 嗯 吃到這個 我只要照一下 我們要給你吃 來吃這種buffet 其實一進門 大家一定要看一下冰箱 有沒有哈克達斯 如果有 這家buffet啊 基本上不會太差 真的喔 帶大家吃單車鍵 目前很猛的一個炸彈 對 我覺得這個 超猛的 這個 一哥就快一百碳水喔 這就很猛了啦 這吃一個就很炸了耶 脂肪才6.5克喔 7分單車人 強推商品 就這件10塊 就這樣 欣賞物資的時候到了 嗯 好 又是一件不錯的睡衣啊 資料不錯 這個是黏 他是腳踏車的吧 坐管的 好 等一下下去黏 其實每次貼這個 我都覺得壓力很大 嗯嗯 幹 幹 這一罐大金剛的 雖然我沒有業配 但是 他承載了 憲哥的愛 最會騎腳踏車的 早餐店老闆 好 感謝他的資助 這罐真的讚 沒有業配畫 還好 代表我對憲哥的用心啊 剩下去只當桿 他就會形成一個膜 然後去樓上貼安全帽 很少遇到要貼上面 來這邊持續分享 貼這個帽貼啊 小訣竟 先往衣服貼 讓他稍微不要這麼黏 這樣子呢 才不會傷害到你的安全帽 這很重要喔 不然你安全帽很多殘教 正常安全帽的設計 前面都會有孔位 我會稍微留一點點 然後給他通風 透氣 然後也不用黏死 就這樣 拍一拍就好 左右互乏 好了 標準了吧 這個藍叫做什麼 台東藍 封關戰選擇 經典母GAME 奶茶戰袍 也是許多粉絲敲碗 一直很喜歡的顏色 直接把口袋給封起來啊 這個大小太大 所以我決定 我把他別在背上 沒關係 各位乾爹 我會標記啊 對不對 封住口袋的話 我實在是不知道怎麼拿補給 還要搭配空力襪 這才帥嘛 很爽嘛 看到我換上浴袍 好 就大家可以知道 準備要洗洗碎啦 今天的 人車分離 電力197 賽前運動日 超級廢片 就到這邊結束了 希望 今天的旅途呢 能帶給大家 一點點什麼 比如說 迷你197 各位可以下定決心 試看看 搭飛機人車分離 跑一遍今天我們 走過的流程 我覺得是不錯的喔 明天 完美的T2023 畫下一個 完美的據點 當然 結束 其實不是結束 也不是說這場比賽結束 我就能放鬆 因為後面其實還有很多的活動 只是心理上的壓力 沒有那麼大 因為其他的活動對我來講 不是競賽 也不是我今年的主目標賽事 那麼明天 賽場見 OK 當各位的影片看到這邊的時候啊 其實發生了一些 晴天P的事情 就是我練力197 比賽日的影片 所有內容 都存在另外一張記憶卡 然後那張記憶卡呢 遺失了 所以 當各位看完這個 00197 賽情移動之廢片 之後 就沒有197的影片啦 呵呵呵 上了一課 不過 各位不要灰心 有失必有得 我將會提早的做一集 稍微的講解 我如何準備197 以及 比197必須注意的一些 基本事項 基本概念 不敢說 教導大家 但是就是 純粹我的 經驗分享 跟個人看法 那麼這樣 掰